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中华电信的黄培坦 今天会站在这里跟大家有机会分享这个Spring Boot 这个东西 其实我也不知道为什么 我明明就是大学硕士是念那个无线通讯的 怎么进公司之后就一直在写Java EE Japan's Prison 然后到现在我们这个单位企业客户分公司 变成是个结案子的公司 那如果不好意思有抢到各位的生意 先带我们主管向大家说一声抱歉 有人手在抖 是不是我抢到你的生意 那我们从去年开始 就是因为案子越接越多 所以我们开发能力有限嘛 那要怎么样能够在最快的情况下面做出 可以符合客户期待的东西 变成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因为我们以前如果做公司内部的专案 你做出来会动 用者就很感谢你了 但是现在我们接外面的案子 情况就不一样了 很多地方的使用者 尤其是我们不知道为什么可能会接一些政府机关单位的案子 很多地方的使用者非常的熟悉他们原本的系统 那个系统可能是VB写的 VB它可以做很多我们在web上面做不到的事情 那你怎么符合使用者的心态 去符合他们的习惯 很快的开发出这些东西来 他们可以最后再签名 然后说你这个东西是OK的 我们收下来了 所以我们开始就是在Spring Boot上面做了很多的事情 那我们先跟大家就是稍微回味一下Spring Boot 昨天可能有人去参加那个Spring Cloud的那一场 它里面有讲到Spring Boot它其实就是一个framework for Spring Framework的framework 为什么会有这个奇怪的绕口令的东西出来呢 因为我们知道Spring Framework它做了什么事情 它其实就是把很多的open source libraries 给衔接起来 它把它包装起来 让你觉得哎哟我用它之后 我以后如果不喜欢用这个实作 我整个换掉就可以了 它把Hybernate包起来了 它把OpenJPA包起来了 它把一些有的没有的 你可能一辈子都用不到的东西包起来了 但是它包起来之后 它会在文件上面写得很清楚 说你要跟什么东西接 你可以怎么用 你可以怎么用 但是这些东西都是你必须自己去做决定的 你要自己去调整 你要自己把那个设定档以前是XML 那现在可能有Java Config 你可能去依照它的规范 你用一些bin出来自己用 但是你会发现 专案就是越接越多 越做越大 可能是因为我们的user都是一些阿姨们 那他们习惯的东西其实还蛮像的 其实还蛮像的 那Spring Boot 它就是在Spring Framework 发展到现在这么庞大 你知道它下面有多少Umbrella的project吗 数不清楚了 而且每天都还在增加 像Spring Cloud 莫名其妙 然后现在又多一个Data Flow的一个project 那我们要怎么把Spring Framework用得很好 很难耶 真的超难的 那我们能做的事情就是出了什么问题 去Google 然后把Stack Overflow的东西 那个XML 那个Java Configure 贴上来 会动就会动了 不会动 就想办法把它调到会动为止 那Spring Boot 知道了他们把Spring Framework搞得这么大 这么复杂 造成大家很多的困扰 所以他们就开了一个Spring Boot 这个专案 它帮你 我这里有用那个红字标起来 这个英文字 我很想要把它念出来 可是我发现我没有办法耶 这个字好难念喔 我试了好几次念出来都怪怪的 那我就直接讲 这个字的意思就是它带有一个 不算成见 就是它有自己主观意识的 它自己认为是OK的 的一些选项 它帮你挑好了 所以大家现在去Spring Framework的官方网页 你去看它的Guys GatingStar的那些范例程式 它都会有一个什么 Spring Boot Application的annotation标在上面 然后它就跟你说 你就跑 就对了 诶 奇怪 真的跑了 就会动 真的跑了就会动 但是它背后帮你做了非常非常非常多的事情 拿这个昨天已经用过的梗 这个图来看 Spring Framework 你可以想这样成 它帮你做了一些严选素材的动作 这个面粉 它可能提供了日本的面粉 还是台湾自己本土的有机认证的面粉 你可以去挑 你可以去挑 那这个鸡蛋 这个鸡是哪来的 我们不用管 反正它说这个鸡是OK的 那就是OK的 可是所有的选项 你都可以自由的搭配 自由的调整 那如果你不是很厉害的厨师 你就去网络上随便找个食谱 会动 做出来的可以吃 而且没有绕塞 这样子就好了 那Spring Boot 它直接 就是帮你把所有的选项 通通预设 就选好了 那我们拿类似的图片来做比拟 Spring Boot可能长的就是这个样子 你直接用它 它已经标好的东西 直接来起一个application 它做出来就是这样子 就好像它发明了一个做蛋糕机器人 然后你把这些原料 全部通通都摆进去 出来就是一个这样子的蛋糕 那你会觉得很奇怪 这里根本没有什么红红的东西 那做出来怎么会有红红的东西呢 有人在Spring Boot的作者的Twitter上面 问过他这个问题 他说不要问 这是我的血 我觉得真的就是不要问 Spring Boot就是这么神奇 你不用管那个东西怎么跑出来的 它就是跑出来的 而且他吃起来 对很多人而言 它是好吃的 它是可以吃的 可是我们 我们案子的那些阿姨 可能会觉得这个东西怎么那么甜 怎么那么甜 年纪 这个是有线上直播 他精力比较丰富一点 就只要不要吃那么多甜的东西 他就会说 这个口味应该要清淡一点 然后我们的公司 刚好有好多这样子的客人 那我们怎么能够在最快的时间之内 满足他们这些人的需求 而且我们公司好像就是要养我们团队 所以有点辛苦 所以他命命就是只有这些材料 他不只要你做这些东西出来 有时候 我们也要做这件事情 很奇怪 主管就会说 这些不就是一样的东西吗 你把烤箱换成蒸笼 面粉还是面粉 做这个应该不难吧 其实我们要弄了很多色素 这些色素怎么来的 是我们的血吗 那我们要怎么达成呢 Supreme Boot 他可能就帮你挑好了 就是这样子 这是Atoa的口味 然后不符合我们那些阿姨们的期待 要怎么处理 有一句好像我还蛮喜欢的话 就是做我们资讯工程的 没什么困难的 如果你遇到什么困难 你就中间再把它隔一层 困难就不见了 是这样子吗 OK 那在这个前提下面 我们就抽象 抽出来的一个 我们自己的Library 其实我们本来就有Library了 可是要怎么用Supreme Boot 他提供了一些很好很好的机制 让你的Library可以很容易的做出画柜 然后做出这些有的年糕 什么有的没有的 老板觉得你应该要做得出来的东西 那我们就开始调整我们自己的 Share Library 那其实要怎么把你的Library 变成是Bootiful的 就是符合Supreme Boot的风格的 有一些窍门 窍门就很简单 就是说你要比Supreme Boot更有成见 你预设的就是阿姨们要的低糖的成分 OK 那如果客人没有特别指定 你的糖就只能放那么多 你放再多 就会出问题 就会出问题 然后你的程式要以这样子的角度来思考来设计 然后预设就是放刚刚好这样子 这么多 那你除了有一点偏见 有点沉见以外 你必须还要很有礼貌 像我们去需求访谈 就是衣服穿得体面一点啊 阿姨就会特别的喜欢你啊 然后她说什么 你想过之后说 好 OK 做得到 我们回去再研究一下 所以你除了有自己的想法以外 如果客人有任何特殊的需求 而且是你能够做得到的 她今天叫你做披萨 我就觉得有点过分 但是做这些东西 应该是我们能力所及的 那你就 你就必须要想办法去满足她的需求 所以我刚刚提到的 你要有一点自己的想法 提供了很多的default出来 那在客人有特别的需求的时候 你的default 就只是用来default 就是避免情况 就是避免出现一些例外的情况 你要做一些很奇怪很莫名的设定 所以你的default 可以被盖掉 可以被盖掉 那盖掉的方法怎么做呢 Supreme Boot它有一个 Application Properties的列表 大家看过了 应该觉得很精彩 然后它的第一页就跟你说 最上面 我直接来看一下好了 这是它偏见的地方 有有有有有 还不完 而且这还只是Supreme Boot 原生支援的部分 Supreme Cloud有自己的一组 然后其它的Supreme Party Live 它还不支援的有自己的一组 那它一开始就跟你说 不要把这个东西放到你的专案里面 因为它每样东西都提供了一个default的值 都提供了一个default的值 那我们在开发 我们的框架的时候 也是要尽可能提供default的值 但是如果客人有特殊的需求 你一定要让它能够把default的值盖掉 default的意思 可能在我们 我们这边翻译叫做预设值 那中国那边的翻译可能就比较传神一点 传神一点 传神到我怎么忘记 它叫什么了 它叫什么东西 缺省值 对不对 缺省就是说 我 不设定的时候 我缺了 我省下来了 它才用那个值 这样子想 你就会觉得 default 比较符合 default 的这一个 这一个意思 客人只要额外的指定 你就是要尽可能去达成 那 除了提供properties以外 我们也可能就是依照某些条件 然后来达成什么样子的 略过什么设定 你会拿出蛋糕出来 如果你的专案真的需要做披萨 也可以用一样的方式来比你 对 只是你可能会需要更多的烤箱 然后原料里面要想办法去弄严选的起司出来 OK 所以在我们公司里面我们就做了一个叫做 compost的专案 看不太清楚 这就是跟Spring的 Spring Boot Application 这一圈起起来有点像 有点像 只是我们把土换掉了 因为我们是种花电信嘛 所以这里就是很符合我们的框架的意涵 我们团队的意涵 就是这里是堆肥 有土 然后长了一朵花 而且那两朵花看起来还蛮 还蛮鲜 颜色还蛮鲜艳漂亮的 只是旁边有一只虫 有一只虫在那边 这是要我们自己引以为戒 随时都有bug可能会发生 那我们为什么会叫堆肥呢 因为我们后来的产品整套规划 就是都已跟农业相关的 我们最刚开始的公用的library 就是不那么beautiful的那个library 叫做CHT Commence 后面有没有S 我们之前也有争论过一下 CHT Commence 这个名字真的很熟 对不对 我们觉得不好 那后来 后来我们就拿Eclipse来包装 包了一个ID出来 我们叫做Cultivator 就是耕种的人 种花的人 那logo也是一样 有花 然后在浇水 那我们的议题追踪的软体 叫Rake 扒子 那我们的Message 平台叫做DT 就是挖水沟的人 田跟田之间 还有你田里面的那些梗 就是挖水沟的人 那我们Compost 起起来之后 所有的专案 从去年年中开始 就全部都架构在这种 Bootiful的Share Life上面 做开发 但是做开发 你一定要 功于善其事 必先利其器 你要挑到一个对的工具 你要挑到一个对的工具 我这里下面列出了两个 我看每个讲者都用Intellij 那今天会后 好像也有个线上文卷 有三个的名额 但是我不告诉你们王子在哪里 因为我也要去听 那Intellij 它一定要Ultimate by 才有Spring Boot的支援 那其实拿Spring Boot的开发来讲 Spring Tool Suite 它是Spring自己官方 就是拿Eclipse来扩充的工具 在Spring Boot的开发上面 算是支援度比较完整的 它有个叫Boot的Dashboard 因为你的程式开发到最后 你会有好几个Application 互相的沟通 像昨天Spring Cloud那一场 它就起了好几个 好几个不同的Application 那如果你没有类似Dashboard的东西 你在Intellij里面处理 好像不是那么的顺手 可是这两个工具 我们用来最主要的目的 就是让你可以编写这些Properties Properties 好编 好编 因为你要回去看 我刚刚秀的那个网页 Spring Boot提供的东西 你已经看得眼花缭乱了 那如果你又有包了 12Party的Boot for the Library 或者你包了Spring Cloud 那一整个 那一大串 像霸掌一样的那些Solution的话 你要去查Properties很困难 那Spring Boot有注意到这一点 所以你要写那些Properties的时候 它会自己帮你捐Metadata 那你要有对的ID 才能够正常的显示出来 所以如果你有钱 还是你运气好抽到那三个名的 你就用Intellij 如果你没有 你就用Spring Tool Suite 用STS 其实也不会不吵 好像有个日本女優 她也是用这个写Java的 不知道我梗 那算了 不重要 那还有一个写Live很重要的事情 你一定要编好你自己的安全网 那我写在这么前面 不是告诉大家要做TDD 就是这个测试写在前面写在后面 不重要 重要是你要写测试 你要写测试 而且用了Spring Boot之后 你没有理由不写测试了 为什么 你有个AP Server 你以前有个借口说 我一定要拿一台机器起起来 然后我要把它丢到什么 container上面才能够跑得动 有Spring Boot之后 你有AP Server 你有Spring的Application Context 那甚至于 你有一些in-memory的DB了 那再厉害一点的人 就拿去年啊前年的一些讲题来叠 你就有Browser了 你就可以用Spoke再加个Gib Gib还是Jib 现在啊 就是那个东西 这样子的组合 你就可以写出一些很神奇的测试案例 这个看得清楚吗 我这个叫relogin的Spec 是用Gib写的 那我们的案子有一些很奇怪的需求 就是使用者他希望电脑就是画面开着 然后都不要动他 那时间到了 他吃完饭回来之后 他原本做的事情 还要再继续地做下去 那我们发了Ajax Request 如果发现你已经被登出了 你要弹出一个画面来 告诉他我要登录 我要再重登录 所以我们有Browser了 用Gib就可以去做那些 Browser Automation的工作嘛 然后你有Application Context了 你就可以写一些假的Controller 说我要打他 然后最后你可以去 整个Application Context是你控管的 所以你就可以去把你的Session invalidate 然后模拟那一个使用者被登出的状况 那你再去画面上找出对的那个视窗 然后按下登录的按钮 然后看是不是有正常执行的结果 你没有理由再不写测试了 所有的东西都在你的手上了 只差你能不能够把它记录下来 然后让它自动化的执行而已 那上上一场是讲JUnify的对不对 其实Spring它现在因为JUnify还没有正式的release 然后Spring Boot的2.0 它会开始 它在评估要不要支援JUnify 因为它有太大的Breaking Change 可是它把整个生态系给包装起来 就是我做测试什么样东西是好的 像JUnify那场的讲者 它有讲到Mokito 那这个可能看不是很清楚 如果你从Spring Boot的官网 就是建立一个Sample Project 它里面就会包一个Spring Boot Starter Test 里面就有Mokito在里面了 还有AssertJ 还有一些它认为你觉得应该可以用得到的 那个相关的辅助测试的光架 那它也有进行一些特别的包装 例如 我们是在Spring 1.4还没出来之前 就写好这个测试 写得有点痛苦 我们有Application Context 我们有Server了 可是我们要做Mok有点困难 因为Application Context整个被包装住了 那Spring 1.4它多了一个Mokin Bean的功能 它就直接把Mokito整个包装起来了 有兴趣的人可以去看看 我不要废话那么多 不要耽误到大家吃饭的时间 OK 就是越有人用它的功能越爽 那我们从1.2开始用 做到一半可能很常做一件事情 就是去1.3那个Snap Shot里面 把它的新功能给抄回来 然后等到我们真的可以剩1.3之后 再把那个功能给拔掉 再把我们自己去偷搬回来 跟那个功能给拔掉 那身为一个Share Live的开发人员 你必须要知道你的Dependencies 长什么样子 那我们有一个原则 就是你要建立你的Bill of Materials 因为你到最后 你的专案会有好几个好几个字模组 然后你可能用到很多Snap Party的Lib 像这样子 你要怎么去管控所有东西的版本 很困难很困难 所以 所以我们要用 如果你是用Maven的话 Maven比较后来会提倡一个叫BOM的概念 就是说 你只要用他们的那个BOM 或者是可能会叫做什么Dependency的这个Artifact 把它包进来 所有的版本已经全部通通都纳在里面了 然后你在引用的时候 就不用指定版本的编号 那Spring Boot有Gradle的Plugin 在做这样子的事情 那你把版本编号的这个事情 统一收拢在一个地方管理了 那接下来就是 你必须要知道版本代表的意义 昨天就是开场的那一场 就是GT上面有些人在讲SWIFT 它其实每个版本都有Breaking Change 所以它有三个版本 它就是三个不同的程式语言 然后Semantic Version 甚至于是Spring它自己定义的版本编号定义的方式 就是它会有个主板号 4.3.3 5.0.0 照理讲 只要在Minor以下的任何的异动 都要向前相容 都要向前相容 可是这件事情 我觉得只有Spring 就是它自己官方遵守的很好 那 那 那个 Java 本身 遵守的很好 它不会犯Python犯过的错 OK 那 但是 你用的其他的SWIFT Lib 就不一定了 就不一定了 所以我们一定要把测试写好 我们有遇过就是Spring Boot 才生一个小版本 然后我们用到的 我们用到的ServPartyLib 整个改掉了 它改了什么呢 它改了PackageName 这是我们用SpringData 然后包到一个叫做CurryDSL的 它新版本 它就把它PackageName改掉了 然后整个那个Maven的GroupID也换掉了 你能够干嘛 你就是只能够跟着赵凯而已 不然你就是不要升上去 不要升上去 那我们开发到最后 一定会分好几个版本 在Maintain嘛 那你能够Maintain的东西 越少越好 越少越好 不然你会像我们现在 有点痛苦 第一个还不是Bootiful的 那个专案 你要维护 每一次都要想办法 切到它那边 然后它什么都没有 它连一个Container都没有 你还要想办法 开个JBoss EAP来跑它 哎呦 很累了 很累了 那在比较近期啦 就是Sprint也知道它自己模组 战线弄得太大了 所以它就会把一些版本编号给模糊化 然后就做一个叫Release Chain的动作 用过Eclipse的人应该知道嘛 用过Ubuntu的人都知道嘛 他们会把版本代号给 变成是一个字母 变成是一个字母 那Sprint Data 它用的就是一些 识讯工程学界的名人的名字 然后Sprint Cloud它用的是 英国地铁站的名字 然后就是照ABCD这样子排 因为这样子的话 你的程式在处理的时候 就是只要照那个Alphabet 直接来排讯 你就可以做 你就可以 确定什么东西是新的 确定什么东西是旧的 那你有了这些资讯之后 你有了这些资讯之后 你就要定义好你自己的BOM 你所有的东西的版本 应该只要在一个地方出现 只要在一个地方出现 那你可以用Properties来呈现 不过有一个特别要注意的 就是你自己共用的框架 的Properties不要 不要expose出来 因为别人可能会用错 那Sprint 1.4里面 它把这个Sprint Boot Version 的这个Properties拿掉了 这个错发生的时候很难找 很难找 就是我们的公用的Lib 我们只相容于某个版本 那我们把那个Properties 列出来了 然后有人把版本改掉了 然后他就说 为什么不能动 我的Test Case都是OK的 你不能动是你的事 我不能够这样子讲 我们除了阿姨以外 还有一些小姐 一些先生需要处理 所以你自己的程式版本 你就不要定义在BOM里面 让别人有办法去误用它 不要做这件事情 那还有个问题 就是Maven Maven真的是 他自己不怎么Maven 他是给Maven的人 就是给很喜欢的问题 就是一起当好朋友的人 来处理的 OK 我们前阵子遇到很奇怪的状况 就是我们包的Lib里面 出现了2.1.1版的JQuery 但是我们的Pone里面 我们用Intellij 整个Source全部都搜寻了一下 完全没有2.1.1的这个东西出现 它怎么来的 从别人的BOM里面来的 从别人的BOM里面来的 BOM 为什么我在Intellij里面 它不是已经Intellij了吗 为什么我找不到2.2.1的这个字 为什么 因为BOM 它不是一个JAR 所以它不会被你的IDE 放到Class Pass里面来 所以你怎么收都收不到 全世界只有Maven 一个人自己知道 好 有人说Maven就是 把复杂的事情变简单 但是把简单的事情变得很复杂 那我们花了很大的兴趣 去Debug 找到这个错 所以你要定义你的BOM 但是在使用上 要特别注意这一点 所有的东西都只有一个地方放它 版本号码只有一个地方放它 可是你跟Maven一起共事 可能会遇到这些问题 然后让你变成是一个更Maven的人 那Supreme它官方的部落格 它有在讲 就是他们用了什么专案 Project Reactor 刚刚前一场有讲到 Project Reactor是Pivotal的专案 就是Supreme那家公司的专案 他们在这些Dependency 混来混去的时候 引入也会出一些问题 那出这些问题之后 它怎么处理 它列了5个方法 然后有2个方法 要还没有Release的Maven才能用 那有个方法就是Gradle 然后下面就一堆人说 你列Gradle那个完全没有讲到缺点 是不是就这样子换 是不是就这样子换 如果可以你可以换 对 那如果跟我们一样 就是小姐们很习惯Maven 那你可能还是要想办法去跟它和平的共处 和平的共处 那板号这件事情 板号这件事情其实还蛮重要的 那因为大家板号一直变来变去 你不知道到底会发生什么事情 所以你的测试 你的测试一定要真的写的 真的要写 真的要写 哪怕是只碰到一个Case Coverage只有10% 也没有关系 那我前阵子从马天狗的那个电子报 周报里面看到了一个中国人写的 关于测试的道理 它里面就讲说 身为一个 你可以把你的测试案例想成是 赛车跑到旁边那些防撞的轮胎 但是身为赛车手 你不是去把轮胎给填满 而是你要想办法不去撞到那些轮胎 这个说法很偏激对不对 可是我要反驳这个观点 尤其是你在写Share Live 尤其是你在用Spring Boot 你会碰到很多的Dependency 这种情况 因为你就算是再强的赛车手 你的车子 你的车子可能是200个Vendor错出来的 因为你有200个Vendor 所以你起码有200个让你死掉的理由 对不对 你不可能身为一个职业赛车手 我还去看这个轮胎的胎纹 够不OK 对不对 我还去看这个机油的浓稠度够不够 不可能 不可能 所以你能够怎么样避免这个错 就是去把测试写好 去把测试写好 然后有Spring Boot 有意外的收获就是 你可以很简单的写好测试 OK 那写公共框架 你一定要把Change Log写好 不要每次别人问你改了什么 我没有改什么啊 那怎么会挂掉 我真的没有改什么啊 那大家追根究底的时候 你才去看Git的log 自己跑出来 自己趴出来 不要不要 所以要养成一个好习惯 就是要做好Change Log的撰写 那这个Meta Annotation Spring从4.0 4.2之后 2.5开始有那个Component Scan 这个东西嘛 然后3.0之后就越来越多 然后到4.多之后 整个就丢高了 那如果你要用Spring Boot的话 你必须要知道Meta Annotation 跟Compost Annotation 这个东西 因为你去追它的Code 你会发现 一个Annotation 上面又标一个Annotation 然后再去追 又有一个Annotation 所以你一定要有好的ID 用Eclipse Base的那个STS 或者是Intellij 都可以 你不要用Artra Editor 还是绿色版的 这种东西来写 也不要用No Pay的 OK 找一个好的ID 因为你要很长的 在这些Annotation上面 追来追去的 你身为Share Live的开发人员 这个就是你的宿命 你要不然就花钱买一套 不然就是跟日本女優一样 用Eclipse Based的东西 那Compost Annotation 其实就是 一个Annotation上面 再标个Annotation 然后两个Annotation 一起发生作用 就像大家可能很熟悉 Request Mapping 但是我写Rest 我可能很清楚的 需要分出是 Gate啊 Put啊 或者是Post 所以Spring 4.3 它就多了一个叫做 Gate Mapping Put Mapping Post Mapping 的这些东西 那你有了这个基本的概念 你在追Spring Boot的Code的时候 你的邏輯思维就会很清楚 你看了一个Annotation 你可以再去看里面又标了哪个Annotation 那这个就是Spring範例里面 它标了最阳纯的那个Spring Boot Application 你点进去看里面 它帮你做了Component Game的动作 而且又EABLE了Auto Configuration 然后它又标了一个Spring Boot的Configuration 然后Spring Boot的Configuration里面 它又是一个Configuration 那Configuration里面又是一个Component 那所以Component Scan为什么会作用 就是因为你以前写的那些Service 是Component Controller是Component Request Controller也是一个Component 到后来连Config也是一个Component了 所以你只要Package放对 因为照它的规则来做事情 什么东西就会很自然的跑起来了 那Spring Boot跟Spring Framework的开发 是两边一直都有流通的 因为它们就是同样的一群人 所以Spring Framework本身会一直扩充 一直加一些Extension Point 为了让Spring Boot可以做好 可以达到它想要达成的目的 然后你身为一个ShareLive的开发人员 你就只能够面对这些东西 那你要做Booty for the Library 你一定要定义好你的Configuration Properties 为什么要用Configuration Properties呢 在我们Java界 Type也是很重要的 不只Skala觉得这个东西很重要 SAS也觉得很重要 TypeScript有没有 Facebook的Flow 如果你定义了Configuration Properties 你不要再用以前那种旧的方式 旧的思维 说我用Value 然后我想干嘛 通通都可以弄进来 你一定要定义好Configuration Properties 因为你定好了之后 而且你有选到对的IDE 他就会跟你说 你写了一个Configuration Properties 我们打算帮你建好那些Metadata 让你的IDE 别人以后用你的Live 都可以知道你有哪些Properties可以用 我自己亲身测试过 STS跟Intellij IDEA Utimate 他们都会 你在第一次写Configuration Properties的时候 他就问你 要不要在你的Project里面 加了一个 annotation processing的 Spring Boot提供的一个程式 APT 他自己去掃这个东西 帮你捐Metadata 以后 你的下游的开发的人员才会开心 他不用自己在那边 一个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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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个字去打 或者是你列了跟Spring Boot一样 乐乐等的Properties 哪些可以用 让他一个一个去查 那这样子用 我想到的风险就只有一个啦 就是 我们大家英文可能不太好 然后有时候打字 不小心奋心 你这里写出来的字是错的 那以后全世界就没有人知道了 因为你的IDE会帮你 就是给你建议 你只要打username 他就会告诉你 我有Cognition 下面的username 这个Property 那可能大家都不会打Cognition 那你这里少一个N 就没有人会知道 就没有人会知道 这是我想得到的唯一一个缺点 其他几乎都没有什么缺点 而且Spring Boot 在Binding的时候 它会帮你把这个Property 转成是指定的行别 而且你还可以用 你还可以用Java Beam Validation的annotation 来描述它 描述它 需要有什么Constrate OK 那资讯工程领域里面 什么事都可以隔一层 但是有些事你隔不了 就是你要订名字 那名字要订好 这个真的很难 那名字订错了会怎么样 Spring Boot 它从1.3版之后 也提供了 让你改名字的功能 它有一些annotation deprecated configuration property 你就好像在做 Mesa Rename的reflectory一样 你可以这样子做 所以你名字就可以乱定了吗 不行啊 不行 因为configuration property 这一个档案 configuration property这个档案 它有个prefix 你里面的东西乱定 我可以互相参照得到 可是如果你的label 放的不一样了 像你的configuration 你的configuration 刚刚那个范例的configuration 你想要改掉了 它不应该放在configuration下面 那会发生什么事情 你就没有办法处理了 你就必须要用一些 很脏很脏很脏的方式 在Spring Boot 初始化 快要初始化完之前 在处理那些property的时候 去做一些事情 然后又要在其他的bin 可以真正骑起来之前 把这件事情做好 你会追得很happy 你Spring Boot 还有Spring Framework的功力 也会变得蛮强的 因为我们就做过这样子的事情 OK 那我一刚开始说 你Spring Boot 的boot for the library 要有礼貌嘛 别人想要叫你干嘛 你可以达成 你就使命必达 刚刚说的是 要订好properties 然后另外一种就是 用properties 来做好一些configuration的动作 那autoconfiguration 是建议只放在 你boot for the library里面 Spring Boot 它本身就是只定义了一大堆 autoconfiguration 定义了一堆 autoconfiguration 它就是当作是一个for back而已 我什么东西通通都没有的时候 才会跑到我这边来 十分钟了 其实我有点饿 你什么东西都没有定义的时候 才会跑到我这边来 所以autoconfiguration 跟一般的configuration 有什么不一样 没什么不一样 它只是多了一大堆conditional的条件 那你要怎么定这个东西 Spring Boot 它有一些starter的 那个dependency 那那些starter的dependency 它只是加一些jar进来 让你的classpass里面 有什么class 我就起某些东西 你不太可能就是丢了tomkey 又丢了jetty 又丢了undertal进来 不太可能吗 那如果你丢了jetty进来 你不太可能只是觉得 我很想把它包进我的jar里面 因为我这个专案 是看你包出来的 哇的大小来算钱的 不可能嘛 对不对 所以你一定知道你的dependencies 那你什么东西在classpass里面 才去做autoconfigure 那你不用担心 我自己用conditional on class 会不会造成一些奇怪的问题 Spring都帮你想好了 然后Spring的autoconfigure 这些autoconfigure 预设了一百多个 它放到一个package里面 而且你每次骑起来 它一百多个全部通通都会跑一遍 所以它对这些效能的处理 还有你的classpass 不在class 不在 你宣告的conditional on class 那个class 不在classpass里面 怎么办 它也有帮你处理好 它不是用reflection 傻傻的一个一个去 让你强制载入那些class 它用ASM直接去扫 buy call 所以你不用处理这些东西 像昨天machine learning的那一堂课 我什么都没有 我什么都听不懂 因为我大学为几分四修 可是我只有想到 我只有记住一句话 它说 席龟危大病 我们选Spring boot 可能也带着一样 这样子的心态 其实你要写Microsoft 你可能用repec 用dropper visa 可是Spring boot 它是整个生态系里面 最完整的 最多人用的 所以整个这些也是最多的 那你可能想到的问题 它已经帮你通通都处理好了 通通都帮你处理好了 例如conditional on class 我写一个 到最后是optional class 在里面会怎么样 不用担心 不用担心 那还有一个profile 可能用过Spring framework 3.1的人 可能对这个东西有印象 然后profile 你去看它的meta annotation 它里面也是一个conditional 可是不要用profile 我们专案开发经验 就觉得你要定义 你就定properties 就是application.yaml application.properties. 你不要在你的call里面 用profile 因为你在你的call里面 用profile 可以做的事情 你可以全部通通都 往外面抽出来 你怎么知道 我政治环境的 的什么设定 要开还是不要开 所以你不要用profile 你把所有的设定 独立成是一个 一个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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小小的properties 然后用Spring boot的convention 什么什么什么 点enabled 等于true或false 来决定 所以最好不要用profile 而是把它变成一个小小的feature 的toggle 什么东西enabled 什么东西disabled 你的弹性才会大 你的弹性才会大 然后我们专案在build的过程当中 其实会把很多profile的事情 放到call里面去处理 例如我们有报表 用JSPR report 我们在开发模式里面 希望包JR XML 可以on the fly的compile 但是上线的是已经compile过的 因为你就不用多包一些compile的live 进去 compile的jar进去 那我们在这个情况里面 我们用maven的profile 你build的 你build tool的profile 而不是用Spring原本定的这个profile 那你用profile 还有一个缺点 就是Spring boot 它在启动的时候 它会把autoconfiguration全部跑一遍 然后conditional 成立或者是不成立 它会有一个报告 有一个清单列出来 可是你用profile就没有 为什么没有 因为profile出现得太早了 而且profile 这个东西是放在Spring framework里面的 它看不到Spring boot 它不知道Spring boot的存在 所以它没有办法纳入这一整个 这一整个报告里面 所以不要用 然后你现在写autoconfiguration的时候 顺序非常非常非常的重要 autoconfiguration的顺序非常重要 所有的autoconfiguration会在正规的configuration里面 全部通通都做完事情之后 都已经注册好 并可能还没有起起来 可是所有该判断的Bean definition 通通都已经注册好的情况下面 才会跑那些autoconfiguration 可是很多东西会有前后顺序 那你可以用这两个notation来调整先后顺序 或者是你觉得我放在哪里 跟谁挂钩都有点怪怪的 有一个叫autoconfigure order的notation可以用 那我们建议你 拿Spring boot内建的autoconfiguration 当作是一个anchor 一个锚点 我要比它先我要比它后 例如我想要盖掉它的行为 我就先让我的条件成立 然后去把它的conditional的match 变成是negative的 让它的条件不成立 所以我要在它之前做好这件事情 然后我就可以盖掉它的设定了 不然就是我要在它的设定 全部都跑完之后 我要拿它注册好那个Bean 来做一些调整 有些人可能很暴力 你在share live的时候 你做的事情 就是把它的sourcecode check out出来 我们也做过这种事情 然后改改改改 我们也有照那个version的机制 我们就定了一个什么 1.2.6-CHT-1-2-3 这种维护其实很吃力 不建议大家这么做 所以如果你能够不要动到原本的sourcecode 你就把它当作是一个anchor 你在它之前或者之后做事情 你不要去动它 你不要去动它 因为你动它了 以后你要升版 很困难很困难 你要维护很困难很困难 然后Spring它其实是一个使用live的专家 其实我不敢说使用 它起码是一个设定live的专家 那个live可能包含一定包含Spring framework本身 可是它也包含很多sir party的live 像昨天有常讲lowback的 我不知道lowback在Spring boot里面 可以设定的这么好 回到我们刚开始的 那一个我们看post的 跟大家见面的第一张图 有没有 你的lowback 你知道怎么把它弄得这么漂亮吗 info是绿色的 然后warning是黄色的 error或者是fato是红色的吗 我不知道 但是Spring boot都帮你整理好了 都帮你弄好了 所以你看它的call你可以学到很多东西 那你不知道你就不知道 你就只能够提供它原装的那些口味 你想要进行一些调味 你要进去里面看 到最后 到最后你可以学到一些东西 你可以学到一些东西 其实应该是学到很多东西 我也学到很多东西 可是如果你真的要进行一些调整 你硬要把一个蛋糕给变成是米菇的话 你真的要去了解那些架构 你可能要找到一个食谱 Sorbing Stake Overflow上面有 不然你就是真的要去了解那个框架本身 可是Spring boot是一个好的起点 你不知道你就用它预设的 然后你想要做一些调整 你再自己去慢慢的玩 慢慢的处理 那我们在 我们 在开发上遇到最大的问题 就是我们做Security那一块 Security Configuration Adapter 这个你可以学到成是一个Configuration的Beam 但是它只会产生一次作用 我们 我们 怎么处理它 后来我们就去看Spring Spring Boot里面的Call 它很多事情 它就是先做一次 然后它把东西记起来 然后如果我后面有需要用到 我再去别的地方 再去把纸捞回来 我再重做一次 你看它的Call 你可以知道这些很肮脏很肮脏很肮脏的做法 那你要达到跟它一样的目的 甚至于在上面进行一个改良 你也只能够那么肮脏 除非等到某天Spring Boot的团队 有方法去Spring Security里面 把这个机制给调好 给调好 那 我们的阿姨的长官们 很奇怪哦 就不喜欢用一些不用钱的东西 不知道为什么 可能用的不是自己的钱吧 所以我们 我们 用Spring Boot的最大的好处就是 你有一个container 然后你之后 可以 可以用一些 大家跑Micro Service的机制 跟Spring Cloud整合起来 可是我们遇到一个很奇怪的问题 就是 我们 都用一些很贵的AP Server 然后 一定要放在上面 受到控管 然后 Data Source 都要JMDI 设好密码 不可以让我们知道 所以 Spring Boot 它有提供 让你package成 WAR的这个机制 好像慢慢没时间 那 你就是在中间 去继承 一个 Cellular Initial Light Laser 它会帮你把所有事情 模拟到 类似是一模一样的 可是在我们的系统里面 遇到的一些问题 这个JBOS EAP 我会把它头里面放出来 大家就去里面看看 我们踩到的一些雷 都是container本身 始作方面 出了一些什么问题 例如 Sublet Path 在JBOS EAP里面 不能够听斜线 一定要听斜线 是大 我不知道为什么 你听斜线 它就是会死 就是不能用 OK 然后有一些东西 会冲突 你要把它排除 这是我们遇到 整理下来的 诶 怎么 讲一讲 又变十分钟 好 那在Weblogic上面 遇到了一个 非常非常靠北的问题 就是它把 Spec给识做错了 那我们怎么办 我们就是把 这个Spring Boot Servilator Initializer 给再包装一层 然后它在丢 那个Servilator Context给我们的时候 我们把 注册的顺序 它叫我注册它第一个 我就注册它最后一个 它叫我注册它最后一个 我就注册它第一个 就是做一层包装 那我们有把Core 放在那个GIST上面 大家可以去看 如果你有需要的话 希望你不会有这么一天 OK 那在WAS上面 我们也有经验 你看所有要钱的AP Server 我们几乎都已经收集齐了 那我们是比较希望 真的能够 比较用Micro Service的方法 来处理这些东西 那你原本 已经是Spring framework的专案 你怎么把它改成Spring boot 就是 你先建好一个专案 中间层 然后开始 把Spring boot 已经帮你做好的事情 给拔掉 然后把你原本 一定要自己做的事情 给 想办法抽成是Auto configuration 如果真的 那个东西很specific 那个专案的话 你就继续让它留着 是一个Configuration 没有关系 然后 你再抽出 因为你在写的是Share Live 你要让大家好 方便设定 你就是在抽出Application properties 让人家去调整 去盖 然后 123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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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这辈子大概就这样子了 OK 那你就可以 做Pizza 做米菇 还是做一般的蛋糕 OK 那时间到了 我们就 结束我这场Talk吧